好 來 種魚囉 來 白帶魚 來 稀稀跟釣魚線猛力從水裡拉起上溝的魚 大型漁船上四周佔滿興奮的遊客 暑假熱到暴 陸地待不住 現在最夯的旅遊行程 可是要往海上跑 夏天要玩什麼呢 玩水玩膩了怎麼辦 沒關係 現在有全新的消暑好去處 在晚上拿著釣竿 一起來當天才小釣手 如果玩累了還可以到船艙 吹車冷氣唱KTV 你沒看錯就是船艙版的KTV 放聲高歌真的太舒壓 釣魚新手想要體驗漁夫生活 沒裝備也OK 在這裡就是要輕裝上陣 漁船不只備好釣組 還有教學能釣到竹甲魚 青魚 以及白帶魚 肚子餓了還有小捲米粉 鮮下烤香腸輪番上陣 讓你每分每秒都在享受 我們預計滿龍 爆缸吧 那一龍沒有滿 我們不會回去 我們預計滿龍 釣到歐頭樓 其實來這邊就滿開心 去年也來過一次 然後去年釣很多 然後今年還沒… 我還沒釣到 除了釣魚吃美食 還有幾乎只在遠洋漁業 才會看到的網撈小捲 夏王再把所有燈關掉 15分鐘後 四五個人合力拉起 魚貨大豐收 船長也很阿薩利 所有魚全都大放送 抑著籃跟手掌一樣大的 超鮮小捲 不只現燙還能生吃 Q彈肉質讓人一口接一口 你們可以自己來感受一下 拉到魚的那一種特別的感覺 對 然後可以釣到我們自己 先釣上來 現烤的海鮮 對 現吃的海鮮 夜晚在船上吹著海風 三五好友 邊聊天邊釣魚 一天最多就有兩百多人 來到靠山面海的基隆 要在炎炎夏日裡 體驗一回海海人生 東三財新聞 中文君王一平 基隆報導